咱們前輪先浮浩腺不是鬼屁的嗎 欸 終於咱們又換了個新的浮浩腺 這個浮浩腺可比之前的要轉眼多了啊 它 它裡面還自然燈光 這個燈光還特別的白 但這都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啥 我今天浮浩舌蛋的時候發現 好像有顆蛋 我好像有顆舌蛋變異了 它是那種 咋個描述的 我有點描述不太出來 但我看了就知道了 這現在不用我說 但我一眼就應該能看得出來哪顆蛋有問題了吧 哦 沒有錯 就左上角這一顆 這是一顆玉米石的蛋啊 但至於它為什麼能長成這個樣子 呃 我也有點小巧的 不太理解 你說發霉吧 我見過發霉的蛋 但是沒有見過發紫色的蛋 而且這一塊紫色的東西 還在瘋狂地纏著這顆舌蛋 它摸起來手感的話 有點有點像蘑菇的感覺 這已經跟蛋融為一體了 它是長出來的 而且離譜的是啥 而且離譜的是這塊紫色的玉米木體 它還在慢慢地變大 這就非常的離譜 一般按常理來說 這種蛋的話是很容易葛屁的 甚至是已經葛屁了 但是 我現在打燈又看了一會 又觀察了一會兒這個蛋 我驚奇地發現 這個小玩意 它似乎還活著 除了這塊紫色的東西 那也小巧的奇怪啊 但它蛋裡面的血絲的話 還是非常飽滿的 呃 這個角度有點看不進血絲 這個燈有點太亮了 可以調按一個檔位 還是太亮了 舉個交線 哦好 現在應該沒問題了 那我看 當燈光打上去的時候呢 可以清晰看到蛋裡面的血絲 有血絲在呢 就證明這個蛋是可以正常孵化的 但至於啊 它能孵出個什麼東西 我就不知道了 你說蛋發霉 就已經夠慘了 沒想到蛋上面還能長個蘑菇 就更離譜了 對了 這個蛋好像也會長蘑菇 不過蛋的孵化的話 好像沒有受太大的影響 應該問題不大 其他蛋的話 都還是非常健康的 應該這個月內的話 就可以出核了 這一窩蛇蛋呢 可以孵出雪白跟白炮紅兩種蛇 在左邊這條呢 就是白炮紅 在右邊這條呢 就是雪白 但至於這個變異的蛇蛋 可以孵出什麼啊 我也不太清楚 只不過能孵出個好客人 不過好在它還是能繼續孵化的 剩下的就看它造化了 醉了 你 Dur割해� Quarter 你看按摩 你 resh 下面